外头下着雨,金融市民广场筛检站一早就出现了排队人潮 由于现场免预约,人潮爆量还排到马路上 干有超过一半的人是来自双北 金融市民广场的筛检站 今天出现排队的人潮是爆量的一个情形 据我们了解的是因为我们今天金融市社区筛检站 我们是提供PCR加给药的服务 所以除了很多的金融市民大家来利用这项服务之外 听说双北的市民是蜂拥而至 很多台北市跟新北市的民众 今天早上也到我们的市民广场的筛检站 来进行筛检以及领药的服务 因为北北基桃是一个首都生活圈 所以我想我们金融市场资源比较有限 不过我们也愿意来帮忙来协助双北市民的一个需求 那有这么多民众排队 这反映的就是民众真的有这些需要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来解决民众的问题 那不是怕累或者是怕麻烦 那所以这也代表说我们金融市的这项措施 这个筛检站做PCR加领药的一个服务 我们是做了一件对的事情 那我们金融市的社区筛检站跟双北比较不太一样 双北的筛检站都有要进行预约 而且有这个人数的一个限制 对于市民广场筛检站出现了大量人潮 市长刘昌表示 政府会观察一两天随时进行检讨 必要时研议在其他的社区筛检站 同样提供PCR筛检加上给要的服务 金融的筛检站是免预约 然后也没有人数的一个限制 所以在金融呢 只要你想要接受PCR的筛检 到社区筛检站 差不多你都可以筛检得到 所以包括像我们的暖暖地内的筛检站 现在已经有高达六成 超过一半以上是服务新北市的市民 那我想今天市民广场的一个社区筛检站 有这么多的人潮 我们会再观察个一两天 看这样子的一个人潮是因为 假日之后的这个累积的一个需求 或者是一个常态性的一个需求 我们会来做一些检讨 那必要的时候我们也会来研议 看是不是也能够在其他的社区筛检站 也同样的提供这个PCR加这个给药的一个服务 来满足民众用药的一个需求 市政府强调 金融社区筛检站没有限制官号人数 快筛阳性民众只要愿意筛检 就一定筛得到 请民众放心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